北京时间2021年12月28日 在疫情的影响下 NBA每过一晚都会产生很多新的隔离消息 目前太阳主帅蒙蒂威廉姆斯以及开拓者主帅比鲁普斯 双双触发联盟健康安全协议已经被隔离 除此之外 凯尔特人核心杰森塔图姆也在今天触发了健康协议 不仅没有出战 今日对阵森林郎的比赛 也将缺席未来几场比赛 不得不说 疫情对于NBA联盟的影响太大了 蒙蒂和比如普斯已经世纪多诺万和沃格尔之后 第四位触发联盟健康协议被隔离的主帅了 现在已有多只球队开始启用助理教练担任球队主帅 再这样下去 NBA不仅要扩招新兵 还要从发展联盟和大学联赛选帅了 在球员方面 情况更是糟糕 目前处在联盟健康与安全协议中的球员 高达110位之多 其中就包括杜兰特 欧文 韦金斯 爱德华兹等在内的多位核心球员 在今天的格力名单中 勇士球员德雷蒙德格力已经解除安全协议 明日大概率能够出战比赛了 但是凯尔特人球员塔图罗 以及太阳中锋爱顿 则是最新两位触发联盟健康协议的核心球员 塔图罗已经缺席了今天对阵森林郎的比赛 但是森林郎同时也缺少了爱德华兹这位核心球员 两队各是一位核心 还算公平 但是对于太阳来说 失去了爱顿这个内线大闸 他们在今天对阵森布敬旅灰熊的比赛中 可能会吃亏 最后则是森林郎球员塔斯 在最近做客播客节目的时候 谈到了胡人后卫威斯布鲁克 以及目前胡人的问题所在 关于威少追求数据和声誉 塔斯表示 他的数据绝对很好 他追逐数据 不过我认为他是一名出色的球员 我不关心别人怎么说 你知道拿三双多么不容易吗 而且他很努力 我就是认为他有时打得太快了 他试图做太多事 唐斯的这段话 可以说是一针见血的 说出了威少的问题 他既追求数据 又想做太多事 经常因为快打失去机会 因为一旦威少陷入自己的节奏中 就容易情绪化持球单打 但是目前威少的身体素质有所下降 他已经不能用之前冲击内线的方式 帮助球队了 因此单打成功了率很低 在对阵篮网的比赛里 扣篮扣费非比赛就是很好的例子 除此之外 威少打得太快 也是他出现联盟第二多的场军 4.6次失误的原因 队友无法捕捉到他到底要干什么 因此就容易出现配合失误 相应就求对化学反应 而且目前的威少还缺乏投射能力 这也让他转型比较困难 你认为唐斯对于威少的分析 指出目前胡人的问题所在了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